只要你做錯了一個步驟 做漏了一件事 你整副引擎會拆不回 跳了火 輕鬆不要動到副引擎 很多紅色液晶 Oh my God OMG 大家好,我是魚波 歡迎來到魚皮餃的時間 來到最重要的一天 就是引擎 在做引擎之前 我和陳明事先已經處理好一系列引擎以外的部件 其實在我以前魚皮餃的系列 我很多都做過 所以今次影片就不太多敘述一次 我們先講解一下我們做了些甚麼 首先,這個 它叫做 字樓發給我收起來了,不好意思 我先把折扭發出來 折扭發 有些人叫做電子噴住系統 叫做I 原本的設計就是 把油門拉進去 這裡 給油的時候拉動油門位置 這個滑梁就會動 是 我怕它會打開了 它打開了 看到我嗎? 我的 寫論壇 連這條進氣器管 生氣膠 這部份都清洗了 這套傳動系統和FORCE 1.0那套是一模一樣的 做起傳動review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我以前魚皮餃的影片 做法一模一樣 十年難得一件的 乾淨 換了尾滷啤檸 全身尾碟 鮑魚方面陳明已經做了review 這個是陳明的水箱 盡量將散熱旗片 撩回一個正確一點的形狀 原本就是放在這裏的 你有沒有發現這裏和這裏是兩折式來的呢? 是呀 水喉姐姐 曲軸箱和傳動箱 可以散走的灰塵和沙石都被我們打走了 我們這組和這組東西都會拆出來處理 所以我就不省這裏了 再看看車身的部份 牛角 左右 手泵review了 新的頭碟裝上去 拿洗乾淨 頭輪啤檸換了 鮑魚做了review的動作 頭幅也做了review的動作 兼且加了一條加硬彈弓 至於這個封擋 你何時拿回來呢? 正在找 封盒 封隔 陳明用了很多時間把封隔清洗乾淨了 由黑色變成白色 清洗得非常乾淨 萬事俱備 只欠引擎 是 今天魚皮夾 我們要進行引擎翻新的動作 你副引擎就可以安裝上電單車 就可以繼續駕駛了 聽到這位朋友記得LIKE影片 太好了 終於翻新引擎了 接著打個EMOJI 在下面的留言區 讓這些影片可以推上演算法的世界 還有鐵奇報品 都一直支持著本頻道的製作 各位電單車車友都可以下去賣東西 來 我去封駛 Oell Oell 哇 我們那時候看過 你有時間要洗 這些你全部都是要洗的東西 但水泡我們整隻是不要的 沒錯 連線葉也不會要 這個嘛 黑色的嘛 就是因為它才弄我這樣 這樣而已 OK 精微 好 所謂的小箱風扇 這個是你的 是的 但這個不要了 拜拜的在這邊 我把這個拆掉了 剩下了 就是這一塊片 是的 黑色點那條線對著這個位置 這麼精準 是的 分毫不差 如果不然就有機會跳火 有機會 好的 嘩 有點髒 清潔一下 看看是否有些孔 我們先看看 找齊所有面子 千萬不要動到輔助 我們鬆鏡鏈頂 讓大家看看這個結構 由一開始 整個世界都靜止了 就不能再動了 我之前做競戰的時候 然後我做全套 我全部弄亂了都沒有所謂 只要動了它 之後下面變回正確 這裡的點火時機就不適合 因為你全身就... 對,我整套都做 因為現在盤頭我們不動 突然連續都不動 嘩! 滑住了 滑! 沒錯 成功了 現在可以擦盤頭 這樣是甚麼意思 擔心鍊子會掉下去 即是它現在跌極 我都會有一條索帶 扔上來 擦盤頭 拿了之後 一手磅了鍊子 一手拿盤頭出來 我們繼續 這個攝影子也擦了出來 攝影子也勾好了 我們下一步 就要把整個盤頭擦出來 其實擦盤頭的時候 每一間廠每一部車的引擎 在裝擦盤頭螺絲都有不同的次序 現在擦盤頭的次序 就是 1、2、3、4、5、6 老實說 在你的副引擎狀況下 正常來說 不會出現這樣的油泥和油污 不過不要緊 不要緊 我們將所有東西擦出來 檢查一次 到時候我們會做清洗 刷盤頭 刷盤頭 我不敢想像 等一下要洗 會怎樣 我也不知道 要看下面的狀況才知道 這些所謂油泥和髒的東西 必須要洗乾淨 所有東西都要拆開才知道 除了絲帽之外 亦都有戒指 千萬千萬不要掉進去 掉了的話 就是這樣 掉了就要換下鍋 雖然我們是否都打下去 但也不要掉下去 大家看這條影片的時候 應該會看到前面的影片 都是很安靜 沒甚麼事要說 沒甚麼特別事發生 因為做引擎 是一個很需要專心的時候 中間有很多顆螺絲 步驟 很多東西都不能動 所以這瓶魚皮膠 不會像平常這樣 嘻嘻哈哈 和大家開玩笑 因為在我腦袋裡 一直拍片 我太多東西要記 只要你做錯了一個步驟 做漏了一件事 讓你整部引擎 會拆不回 跳了火 會算壞引擎 我們四顆螺絲都拆開了 我們是時候拿出盤頭 好的 我已經看到了 很多紅色的結晶 對 對 這個位置 你看到有水器 對 這些是粉紅色的 知道甚麼嗎 應該是水箱水 沒錯 你正在用的水箱水 是粉紅色的 其實這個簡直是燒沾口的蒸象 對 應該這些也燒了 對 燒了 第一集的時候 YSAL 上來 就和你一起拆褲子 當時 他判證 就在水泵 出現了問題 正常水泵 出現了水 溝油的問題 在這個位置的油風 和水道 正常應該只會在 油池 的地方走 但當你發現 在燃燒室上面 有水箱水的痕跡 即是燒了沾口 所以 我覺得這件事 沒有對與錯 因為那天上來判證 其實他有給了很多方向 我們去維修這部車 有一些人整車 就喜歡頭痛醫頭 腳痛醫腳 看到水泵有事 就換水泵 但那天那條片 我是極度建議你 換中缸換遮鈴 就是這樣 現在拆到這個狀況 去回望這件事 今天做的事是正確的 是正確的 除了水泵有問題之外 亦都出現燒爭口的情況 讓你看看裡面 這個就是四支挖腦 這張就是 我正在描述的這張就是爭口子 而這裏全部都是油泥般的存在 這次的步驟 我們是不會爆散盤頭和挖腦的 所以我們只是動中缸活塞 做挖腦調整 我們再拆下去 好 出來了 出來了 你準備好了嗎 是的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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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部引擎都充施著燒焦的裸味 第二 就是這張針口子已經燒毀了 這張也燒了 你會見到這裏是零石石石的 這張針口子已經爛了 全部都是燒焦的味道 聞都聞得出 而中缸入面的情況也尚可接受 好彩 所有的零件都已經買齊了 亦都是我预算之内要更换的东西 这里面还有半张三口纸 你这个位置不应该有这些东西 对呀 这个地方是全水的,不是全计 我们再看看这里面 活塞有机炭很正常,大部份车都有 最主要是要看中这款活塞环 活塞环有三个,每个有属于自己的功效 一个是气密,即是不要漏气 一个是风油,一个是做清洁的作用 完全黏死了在活塞的卡槽里面 这款活塞也是有买到的 不用太担心 好抱歉说今集说不到太多 因为实在要很专心地做这件事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会进行清洁的步骤 清洁后,我们会将所有零件 摊出来给大家看,进行一个组装的动作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like我Facebook page,同followInstagram 完整的维修影片我会放在Patreon里面 感谢各位Patreon的观众支持 将我铁锡布品,里面所赚到的钱 都会继续支持着本频道的制作 那我们下一集回来 就会直接看到一堆 完整的零件摊在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好 拜拜 拜拜 好,明仔 这个时候你要放下机器帮忙 好的 帮忙洗东西 这个是小彩蛋 我们接近用了一个半钟 去进行清洁的动作 我负责洗引擎层 陈部负责洗盘头等部件 我给你一些有趣的东西 你已经在这里 好的 看着吧 有个烘烟的 有个烘烟的 为什么 洗脚了 这个时候我想放一转 放钮螺丝 给陈铭看看这里有什么 有什么磨砲 一起看看陈铭部车引擎里面 有多骯髒 还有会洗什么 洗一只老鼠 我把烘烟弄出来 有这么紧 这个位置 不是,我会把你弄得到的 你那些人在这里 有这么紧 放开心 我再用这个盘子弄爆了 看看放些什么 哇! 像檸茶般吃的聲音 哇!很多拉了一些 我還要先吹吹 不過,看看行不行 始終我沒有包開曲子的箱洗 我只可以用有限的方法去洗 剛才到最後沒有渣 其實我們還要再過多次 污漏東西鬆了出來 一開車就會跟著油腦到處走 所以當機油可以打滿整副引擎 走一個圈左右 引擎熱了就要回來放機油 清潔的動作就是這樣